RX7可说是最具代表Mazda品牌的车型 其所搭载的转子引擎更为人津津乐道 但后来因排污规范而被迫走入历史 但是隔多年后则迎来转子引擎复活曙光 于2018年Mazda在宣布品牌策略方针时便表示 除了持续探索开发内燃机潜能 也并需因应趋势与规范推出电动车 然而除了纯电车型也还会增程电动车 于当时各界便猜想所谓的增程电动车所搭载的小石码引擎很有可能就是转子引擎 不过在此之后似乎也就没有下文 而在2019年东京车展Mazda发表MX30电动车 但数据规格却与市场其他电动车背道而驰 当大火都在努力提升电动车续航力 MX30搭载35.5KILOWATT-HOUR电池模组 仅能提供140马力 而GKGM性能输出及210公里的续航里程 而Mazda也清楚知道各界对此感到不解 因而表示之所以如此设定是因高容量电池会带来更高的碳排放 且210公里续航已足以应付欧洲每日平均5到60公里行驶里程 如今看来原来Mazda其实是在预留伏笔 日前Mazda发表RX7与传子引擎历史新闻 内容讲述历大RX7发展历程与传子引擎特性 但文莫却提到当年有推出Mazda2EV 其动力就是搭载转子引擎搭配电池模组 而此类似的组合搭配将有可能导入至MX30 然而这样的说法也印证当初各界想法 倘若所言属实也就解决MX30低续航力的问题 感谢观看